同样这部影片是要来谈到生殖最后一些部分 关于性别 关于女性怀孕的时候的免疫 还有避孕的作用 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 关于生物性别的概念 同样生物性别是说 我们今天检查你的蓝色题 两条X原则上就是女性 一条X一条Y就是雄性 原则上雄性来讲 有Y就一定会是雄性 我们会这样判别了 所以当人家跟你说 你的生物性别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蓝色题判别 大家也知道在临床上 有一些不小心X跟Y互换 造成子带来讲 比如说 这男生明明拿到Y蓝色题 却没办法知道精子 或者女生明明拿到XX 爸爸那边给他X 但他觉得怎样 他就发育成男性的外观性状特征 那一切都是因为 上面的一些基因换的结果 那我知道在我们前面的时候 谈问到X跟Y蓝色题上的一些基因 那有胃体蓝色体区 那是两边一起共有的 这样才能帮助他们进行所谓的联会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互换呢 其实这么说好了 我们会强调说 你今天要是相对应的基因 可是实际上 他那边其实还是会发生互换 就算XY上面基因不太一样 有些部位还是不小心会产生互换的现象 好 再来 另外很特别的一个状况是 其实在我们人口中并不算低 大概有1.7%的人属于肩性人 或叫做双性人 他同时兼具男女双方的性状特征 那像所谓的XXY或者荷尔蒙 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影响 但是一旦我们看到你是XXY的时候 原则上我们还是依照所谓的蓝色体说 你这个是男性的概念 不过这个是在生物学上的 至于你个人本身是认同你是什么性别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们认识两个单字 一个叫顺性别 一个叫跨性别 很简单就是说 你拿到XY 你认同自己是男性 你就顺性别 如果拿到XY 你认同你自己是女性 那你就是怎样 跨性别的状况 那这件事情呢 跟你的XX跟XY完全没有关联性 最后一件事情这是 你今天喜欢什么样性别的人 我们称之为性相 好 这个性相的部分 也是一样 跟你是什么性男色体 跟你自己的性别认同 也完全无关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 所以有所谓的同性恋 异性恋 还有双性恋 甚至还有最后这个东西叫无性恋 无性恋 据说可能也大概有1%的人 他不一定要去喜欢别人 也不想结婚 那是有可能的 好 所以这个其实 Campbell大概在12版里头 加入的部分 还蛮特别的 就社会 就比较偏社会学的观点 在讨论这件事情 小小的一块 好 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的部分 应该是女生怀孕的时候的免疫情形 大家都晓得胎盘的部分 是一半妈妈的细胞 一半胎儿的细胞 我所谓的一半 并不是真的二分之一的意思 只代表说两边牵去 那为什么妈妈 不会把小孩子排斥出去呢 而且要注意一件事情 胎儿 在不无类来讲 对于妈妈而言 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寄生生物 好 到底为什么没事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我这边刚刚讲到的 括号一 免疫上的难题 胎儿有一半精来自爸爸 那照理讲 有些蛋白质 妈妈应该会排斥他 那怎么办呢 解决的方式如下 免疫调控 所以妈妈的免疫系统能力 其实会下降 所以你看妈妈怀孕的时候 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它会得到缓解 就是这个原因 好 在第二部分 滋养成的物质 会促使所谓的调节性的体细胞 来同一调节性体细胞再次出场 好 之前就已经学过了 它以前被误以为说抑制性 但现在来讲 我们叫它调节性 那它可以抑制其他T细胞 在子宫这边的活性 好 再第三个部分是 胎儿的细胞呢 在胎盘那边的胎儿细胞 关掉了MHC的基因 改开启MHCG的基因 好 同意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强调 因为 那个 所谓的 自然杀手细胞 自然杀手细胞 其实 它只要看到你MHC表现太少 它就把你视为是有问题 就是开始攻击 所以其实 你不能真的把MHC1跟MHC2 那个部分 关掉而已 你还必须表现MHC 帮助它进行 就是给那个 自然杀手细胞辨识说 你看你看 我是正常的细胞 不要把我做掉 这样子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括号小A 妈妈也有MHCG 所以 它的免疫系统 不会觉得是外来者 再来括号B MHC的变异性用能呈现抗原 使胎儿不会陷入微生物的感染 所以它还是可以执行正常的功能 再括号C 杀手细胞不会攻击它 因为MHC表现量太少 肿瘤会 就是说 自然杀手细胞会把它当成肿瘤的概念 好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妈妈肚子里头之后 胎儿并不会被排斥掉 那一般来讲 胎儿会被妈妈免疫系统排斥 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在讲到那个叫做 RH血型的关系 第一胎RH阳性 好 第二胎又是RH阳性 但是妈妈是RH阴性 那么在生产第一胎的过程当中 妈妈针对RH上面的低抗原产生抗体 那么在生第二胎的时候 那个IGG就经过胎盘 通到胎儿的血液当中 就影响到胎儿的健康 甚至造成流产的现象 好 那个是比较特别的状况 是因为前一胎害的 那现在这边谈到的是 每个人都要应付的状况 任何一个胎儿都要应付 好 稍微不太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到避孕 当然避孕呢 我这边写了很多东西 会带大家看一次 会跟大家聊一次 那跟Campbell的有点出路 而最后那边Campbell的图讲实在话 他有一点点问题 会觉得他画的有一些地方怪怪的 好 同学我们先讨论一下避孕这件事 虽然全世界呢 所谓的已开发国家 尤其像我们台湾 更是严重 就是我们的新生额逐渐的减少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方法当然就是当多生嘛 可是实际上大家也晓得教育是个问题 所以在各种教科书上还是会跟你谈说 很多的国家或者是说各个家庭 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状况要考虑 所以必须要避孕这个过程 好 那避孕基本上三件事 我把它写成夸号1 夸号2 跟夸号3 好 那至于夸号4 这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先放一边就做流产 那很不OK 那你就想想看嘛 产生一个小孩经过哪几个步骤 第一个要原料 原料就是金子跟卵子 不要让它产生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 你要把原料混合 所以金子跟卵子这个原料 不混合就不太会可能有胎儿了 所以不要让它混合这样就OK了 第三个部分是什么 第三个部分则是 你原料混合之后 同意就像做蛋糕一样 原料混合还要干嘛 送进烤箱烘焙 好 所以第三个部分 烘焙没有发生 也就是所谓的胚胎发育没有发生 那也可以 那我们就来谈谈这几个部分 好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抑制金子跟卵子的排出 好 同意这边有几个名词 像结痂 就像酥精管切除素 酥软管切除素 还有酥软管结痂素 各个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让金子跟卵子不会排出 那这些不能排出的细胞怎么办 你放心身体会回收 好 第二部分呢 则是女性那边的避孕药 就是所谓的 恒功合成的动情素跟黄体素 那这个人工合成动情素跟黄体素呢 主要就是要用 负回馈的机制 抑制下氏丘的 那个荷尔蒙 跟脑垂腺的荷尔蒙 不要排出 就可以抑制排卵 那很多种方法啦 可以用吞食的 就是一个月会给你28颗 那28颗里头 其实有几颗是空白的 我们不需要的 像那个行经期的时候 那5天我们其实是不用吃 但是你知道的 有药机制的同学 就晓得 这叫药顺性啊 开玩笑 每天吃都快会忘了 你还给人家隔5天不吃 到后来搞不清楚 那就危险了 好 所以基本上 吞的话 就算有5天空白 你还是得每天吞一颗 那贴片呢 是贴在身上 那毕竟这个动情素 黄体素是固存类的 所以可以就 蹄肤慢慢的渗进去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要在皮下植入 通常是会在 女性手臂的内侧 靠近一窝那个地方 好那为什么 这个位置没有特别啦 就只是为了美观而已 那放进去 可以经过好几年 慢慢的释放 人工合成的动情素 跟黄体素 注意人工合成 再强调一次 这样就可以减少排卵的现象 好这第一个部分 那我们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叫做节律避孕法 或在自然家庭避孕法 那原则上就是说 你在怀孕的最危险的时间点 就是不要发生性行为 但其实这个方法 是为了要帮那些 就是想生 却没办法生出小孩的人 去让他在那段时间 比较密集的性行为 而不是用来避孕 但后来确实可以拿来避孕用 我们可以这么想啦 那精子可以活几天 活三天 卵子可以活两天 所以排卵前三天 精子不要出现 那再加一天 保险一点 所以排卵前四天 这个还不错 就是一个危险的时间 就不要有性行为 卵子呢 平均可以活两天 所以排卵后两天 就是也一样 不要有遇到精子的机会 那保险再加个一天 三天 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前四后三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 但其实也有不同的天数 就是那个范围就对了 好 再来看到第二部分 避孕的障碍法 障碍避孕法 可以用保险套 禁育 或者是所谓的 避孕膜 子宫颈膜 杀金剂 通常那个子宫颈帽 跟避孕膜 都要配合杀金剂来使用 会特别的有效 当然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很差的 叫性交中断法 在一些比较北美洲 或者欧洲性行为 比较 就性教育比较开明的一个社会当中 他们其实青少年会懂得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都晓得 青少年来讲 十五六岁 那个精子的活力非常的强 所以避孕效果其实真的非常的差 好 那万一我们今天就有精子跟卵 精子跟卵又混合了 接下来受精了怎么办 放心 还有最后一个方法 叫做事后丸 就是高单位的口服避孕药 好 这个要事后之后三天内 要不断的反复的 不是反复的啦 就固定要吃 或者子宫内的避孕器 那从来知道吗 什么勒普铜梯啊 因为它会含有铜离子 通常据说是可以加速 子宫内膜那边 还有那个疏软管的蠕动 鲜毛的摆动 而且黏液会分泌的更多 也阻碍受精卵的灼床 快速的让它到子宫之后 最后能够被排出去 然后最不好的就是 最后这个流产 它流产后 RU486好像 现在普森有讲 好像几乎没有 因为是一个很不OK的情况 它怎么回事呢 RU486的目标 是要跟黄体素竞争 它的受体 竞争受体 也就是说 黄体素接到 子宫内膜的黄体素受体上 子宫内膜会维持 如果是RU486接上去 哇 它就站着那个位置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子宫内膜就觉得 我没有接到黄体素的指令 所以我可以崩落了 那下来就顺便会被流出来 所以同学请看B 这边有一些 它使用上的静静 简单看过即可 好 那这边是我们 我原本课文里头 写到的避孕方法 但同学看一下下一页 下一页还是很欢迎同学 从上到下直接看 因为它讲的是 女生跟男生 各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中间这个黄色 从上到下的条带呢 就是指说 在男生那边 金子一路下来到哪里去 然后卵子一路下来从女生那边到哪里去 然后再来 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个一些避孕的方法 它的箭头是指向 比如说 诶 这边阻止金子的出来这样子 好 那其实大部分的名词 我刚刚的内容 通通都有介绍过 你有时间还是可以整个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像这边 新交中断法 它还给它打虚线 就代表说避孕效果非常差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这样的 来 这个东西刚刚有嘛 避孕隔膜 要配的杀金子 这没问题 再来是下面这个 这个下面的这个部分 我刚刚前面没有写 因为它很奇怪 同学这个是谁 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黄体字迹 一听就知道它什么东西 它就是黄体树的意思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称之为什么 来请看 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迷你丸 当然也可以用那个什么 打到 注射到身体头的方法去 那这个东西你看它的红色箭头 比到哪 比到男性那边 其实蛮怪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在抑制女性 就是说 我今天在那个排卵之前 可能就要吃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迷你玩 所谓的黄体字迹 而且它后面写个alone 为什么alone 因为有些人 他其实真的不能服用 比那个磁激素 大家知道吗 磁激素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跟癌症有关啊 或者他本身可能有一些 体质上有关不行的问题 所以就这个位置 我觉得啦 他应该是摆到上面去 减少卵子的排出 这样才对 好 那原则上呢 这整个讲完之后 你会发现 Campbell现在已经不写 堕胎这件事了 其实真的是 不是很好的一个行为 应该先做好计划 好 那我们这个叫 第46单元就讲解到这边 好